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昨晚一夜之間 竟然有兩間藍店租到裝修 而且位於不同區域 與此同時有些新聞傳出 有些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去到一些藍店裡撐牆 到底黃色經濟圈和藍店之間的矛盾和對立 是否正在家劇當中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首先講講兩間被裝修的黃店 其中一間位於灣仔黑街 叫做文華韜記 昨晚11點多 有七名手持著鐵錘 身穿黑色衣服的大漢 衝進餐廳裡大肆破壞 擊毀櫃櫃櫃的收銀機 餐桌上的雲石桌面 LCD的電視機 以及撥爛了大門口 以及廚窗的玻璃 店舖裡的PP公仔 青蛙頭那些 也是掃在地上的樹 另外一間的黃店又是哪一間呢? 就是位於元朗教育路的水門雞飯 昨晚10點多時 有三名男子闖進去 用硬物打爆了玻璃的大門 又弄壞了收銀機 以及多張餐桌 在這間水門雞飯的黃店當中 整個破壞過程是遭到店鋪的閉路電視 全數拍攝了 換言之 這些搞破壞的人 他的上貌已經被拍攝下來 希望警察會盡快調查和破案 就不要馬上脫了 就把說法的遭到沒回事發生 一定是要調查的 你不要管黃店還是藍店 凡親有破壞你便要調查 既然你已說到自己是法治捍衛者 說回這間水門雞飯 原來在早前 國難五金曾經表示 要幫他們派發優惠券給手足 到底是不是因為這件事而遭到報復 然後遭到這麼大規模的破壞 而且兩間黃店分別在不同的區域 都是遭受到裝修的 到底在這兩宗案件之間有沒有任何關連呢? 是否牽涉到有組織的行動呢? 會否查一查他呢? 賺這麼多錢人工一個月 好了 除此之外有網民拍到 在這間藍店叫鄧湯普的麗芝國分店門外 竟然有一部警車在駐守 有些網民拍攝到一個幾秒鐘的片段 事實像是拍到鄧湯普的門口對出那條馬路 就是有一部警車在那裡 到底這部警車有什麼作用呢? 在幫襯藍店還是在駐守呢? 你解釋一下吧 為何會大細超的? 為何會有區別的對待? 而且另一間藍店叫榴蓮BB 他竟然獲得何君堯大博士和郭佩帆大博士 這兩位高級知識分子博士 就去站台支持 真厲害 一間小小的藍店竟然獲得兩名立法會議員的垂青 你說是不是架細糖? 上述的事件反映了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就是 有些人越來越重視黃色經濟圈這件事 可能就視之為一種威脅 那些黃店就無所不用其極地遭受到打壓 包括在哪些方面? 口珠不罰 甚至乎好像昨晚那樣是遭到裝修 口珠不罰有些什麼人去做呢? 不單只是報紙的專欄文章 甚至乎是社論 或者有哪些人去做呢? 局長曾經有批評過 立法會議員也有批評過 或者有些老闆級的人馬就出來批評 說這些黃色經濟圈 是不可持續的 不可行的 反正就要打擊到體無原夫為止 要扼殺於這個文牙狀態 第二個就是什麼呢? 大家似乎看到建制派 開始動員他們的支持者和資源 來支持藍店 好像想搞起勢來對抗 不僅之前就有兩家著名的藍店 就是被揭發派發現金券 以及免費的飯票 而且 這個什麼榴槤BB 還有立法會議員 去幫他站台 去吃東西、合照 很明顯他們想搞起一個態勢 就是和你這些黃店和你這個黃色經濟圈 想分庭抗禮 這個就是太明顯了 我剛才看到一則專訪 就是由NOW新聞台的大明大放節目 邀請立法會的 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張宇仁所做的 找到張大議員去受訪 當然是小不免問他 到底怎麼看這個黃色經濟圈 於是他又大發偉論了 他講到的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他講到 從他過去五十年的經驗得知 政治理念掛稅 是難以維持到飲食業的生意的 他過去五十年都未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想告訴他 這個黃色經濟圈正正就是那個開端 你看到又扮見不到又當沒有 要不然要搞不到黃店出來 還有手機應用程式來提醒市民 到底你附近有哪間黃店 完全做到儘量的 即是user friendly 那你怎麼看不到呢 更何況就是 我不知道他維持飲食業的生意是什麼 即是維持到他不倒閉還是怎樣 你怎麼定義呢 實情是維持得到的 很多黃店仍然在維持 仍然在做生意 有些著名的黃店 甚至乎黃到要開分店 張大議員沒有睜大眼看清楚這些事實 至於他講到 他過去五十年都未見到政治理念掛稅的東西 就可以維持到的生意 這些你適宜跟大陸政府說 他三不五時就說要宣佈抵制日課 抵制這個抵制那個 那你到期時就可以回去跟他們說 說用政治理念掛稅的 是難以維持的 你回去跟他們說就行了 我就覺得你不需要好像 施老闆這樣質疑香港那些黃絲的市民 他們那種的堅忍和毅力 別人就是在示範給你看 每一天都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說過去五十年未見到什麼 實際香港人過去那一百八十年 自從一百四一年開埠以來 都未見到一個政府那麼高壓的統治 除了日軍之外 那個是異族 同民同種 因此其實大家都可以判斷得到 在目前這一刻的香港 香港人的團結程度 是空前眾志成城的 是自從一百四一年以來 都未見過那麼團結的 所以你就真的不用質疑 這個黃色經濟圈 是會搞到半路中途作廢了 第二件事他就批評了 說看到的東西就未必是 事實的真相 大契上身 眼見三分假 一定都未為真 他講了什麼例子出來呢 他就說門口很多人排隊 是不是代表那盤數位好了呢 而排隊是不是代表裡面的食物是好吃呢 又不知道的 他就提到有些東西可以是假象來的 喂 實際回應你這件事 黃店排隊就不需要作假的 因為大家在店外看到黃店有多大 豆腐影那麼大 而且裡面就坐滿客 很明顯就門庭約市 並非刻意製造人龍 是不是有位就不帶人進去坐 就不是這樣的情況 就不同於藍店 藍店為什麼會排隊排到萬人空巷呢 就因為是派發現金券和飯票 所以他說門口很多人排隊 未必盤數好了 或者是假象 這些不知道他是在批評黃店還是藍店 是不是他沒有指名的 會不會中了回力標呢 好了 而且又不應該用一個所謂鴕鳥的政策 不要往往就將自己不願意面對的事實 就說是造假的 或者民眾被誤導 實情黃店有沒有人排隊 大家心知肚明 有光顧過的都知道 排好久了 哎呀 真的 而且他又提到 是否好吃 實情是否好吃 就已經不是 所謂first priority 市民現在 那些黃絲要光顧黃色經濟 首先就是看你的理念 到底你是否支持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然後再考慮的就是好不好吃 以前當然考慮好不好吃 是放在第一位 但現在的優先次序是轉了 你知道嗎 還有他說那盤數的問題 就是說 到底多人排隊是不是代表那間餐廳賺多了錢呢 這些不是食客考慮的因素之一來的 張大議員 黃色經濟圈往往強調的東西就是消費者主導 消費者就看看到底這間餐廳是不是黃店 是不是堅持著自己的理念 或者有沒有在行動上協助那些手足 就並非說 他盤數好不跟我們什麼事 總之他繼續做生意那些食物不好吃到我們肚餓就行了 最後這個主持人就問到他了 有些非建制派的人就打算 跟你競逐這個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席 他就說 選民的立場不是一面倒 過去也都面臨過泛民的挑戰 就不可以跟區議會的選舉相提並論 絕對同意的張大議員這個判斷 因為張宇仁其實就自從2000年出選以來 就連贏了五屆的立法會 其中有兩屆就是自動當選的 他最高的得票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2004年的時候 得到2488票 在2016年的時候就得到2438票 似乎他去到2500左右 就已經是見頂了 所以那些黃店就要加把勁了 因為上次有一個人去出選就只有幾百票而已 如果所有的黃店統一走去 登記做飲食界的選民 是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翻盤呢 不是的 所以大家就要加把勁了 真的要去選舉事務處拿個表格來填 總之大家什麼方法都試一下 他批不批你 就等由他來審批 反正大家一定要先進入紙 千萬不要遲疑 那無謂就等到他那麼牙刷 而且大家都知道張大議員 他是身兼行政會議成員 所以來說 萬一他失落了立法會議員的寶座 他都很大機會被人篩走在行政會議當中 所以大家就要堅持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